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困人 尤其连长的人都会有一些胆固存上的困扰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刚巧是让大家更了解什么是胆固存 然后这些胆固存有什么如果是高胆固存的话 是有什么危险 有什么风险 然后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因素 会导致这些高胆固存的发生 然后我们要怎样来去平衡 去达到最佳的胆固存 或者我们叫做血脂的水平 然后当我们有高胆固存的时候 往往都会吃一些胆固存的药物 但是这些药物除了可以帮助胆固存之外 我们还要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帮助 还有或者是他的一些副作用都是我们要去了解的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 降低我们的胆固存或者是平衡我们的胆固存 今天这是这六个重点是我都会一一的为大家分享的 好的 胆固存 什么是胆固存呢 通常我们讲的胆固存都是一个比较笼统 大家所说的胆固存就是肥油 但是其实胆固存 其实它是有分为 有细分为几种不同的胆固存的一些成分 第一个我们常听到的是叫做坏胆固存 或者是比较统称为低密度脂蛋白 这个是医学上的称呼 然后接下来它还有另外一种 有坏就有一个好 好的胆固存 这两个好和坏的胆固存 都是可能比较大家能听到的 就是所谓的好胆固存和坏胆固存 接下来就是第三种也是胆固存之一个分类的 就是高三甘油脂 OK 就是triglyceride 这三种OK 普遍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 但是这三种OK 就是普遍所分类出来的 好坏和三甘油脂 就是总称胆固存 当我们去验血的时候 都会 你的验血报告 OK 都会 如果你去验你的胆固存 OK 你跟先生说你要验胆固存 都会有这三种分类的那个度数 所以这三种的度数要是不正常的话 OK 就会导致我们有高胆固存 然后这三种胆固存的分类 OK 如果它不正常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会好像 右边的那个图画 那个血管这样子 它就会堆积在那个血管里面 导致血管阻塞 所以这个是最普遍高胆固存的危险 其中的危险之一 所以除了高胆固存 会导致血管阻塞的话 它还会影响什么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血管阻塞的话 普遍上如果严重的话 它会导致中风或者是心脏病 当血管阻塞严重的话 它会导致那个中风或者是心脏病 OK 如果不严重的话 OK 它会有其他的小问题 就是会导致我们的肝脏 对击肥油 OK 肝脏病 或者是一些胆结石 血液不循环 导致OK 手脚麻痹 然后或者是一些记忆上的损坏 或者是减少 或者一些胃痛的问题 OK 也是会产生的 这些但是最危险的 大家最注重的就是 那个中风和心脏病的病发症 如果高胆固醇没有去控制好的话 OK 它就会导致这一个 有生命危险的病发症 中风和心脏病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要去 治疗胆固醇的原因和预防胆固醇的原因 来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 什么因素会导致我们高胆固醇 基本上 OK 你看到这里所说的 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的高胆固醇的原因 OK 都是来自基因 就是大部分都是有可能 是因为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祖先有这个胆固醇的问题 而带下来 一小部分的人 OK 是因为饮食上的问题 OK 包括了 就是没有注意饮食的均衡 包括了或者是吸烟 喝酒 这些生活的习惯的因素 OK 而导致的 这个是少部分的人 OK 会导致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 基因所导致 当然是除了基因之外 可能饮食 再有饮食或生活作息 再有问题的话 它会更容易导致高胆固醇 接下来是连击 当我们连击增长的时候 那个免疫系统下降 或者是那个 性神代谢下降的话 它也是会导致胆固醇没有办法代谢 然后或者是胆固醇 性神代谢慢了的话 它也是会导致胆固醇的 在身体里面的增加 然后就是那个减少运动 运动减少了或没有运动 也是会导致胆固醇的增加 这几个比较普遍的因素 就是导致我们胆固醇 当然一些疾病 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胆固醇的平衡和增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胆固醇是否我们要 我这里会说是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的指数 平衡的指数 不可以太低也不可以太高 OK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是需要 一定量的胆固醇来维持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的 健康和身体的一些构造 太低也不可以太高也是不可以 所以什么才叫做平衡正常的指数呢 通常你会看到 OK 医生会跟你说 你胆固醇不美 很高 什么叫做高呢 OK 我们就来看一下 OK 刚才我所说的那三个胆固醇 来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总胆固醇 Total Cholesterol 通常我们先看总胆固醇 OK 总胆固醇不可以超过5 可能要更低如果有其他的并发症 就是要少过4 通常我们 通常如果你去法博士院的时候 如果是从手指拿到的穴 OK 通常我们只可以看到总胆固醇 如果是从经脉拿到的穴 你看到我在法博士院做的 OK 这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LDL HDL 或者是Triglyceride 这是其他细分的胆固醇呢 所以是因为这一个验血 只可以在静脉拿到的血 才可以验到这个细的胆固醇 当你在法博士院看拿到的总胆固醇 Total Cholesterol的时候 如果它是过高的话 所以我会建议你去做一个详细的血液检查 就是静脉拿的血液检查 来看一下LDL应该 LDL有没有不正常 坏胆固醇有没有不正常 好胆固醇有没有不正常 讲到坏的胆固醇的话 我们你有你验了坏胆固醇的话 它要在什么范围里面呢 通常我们在血液的报告里面 它都会有写的 它都会有给你一个正常的范围 所以正常的范围只不过是一个 给我们看的一个reference 但是也是要看个人的那个状况而定 如果是通常在我们血液报告里面 它的那个reference会写大概少过3 但是这个也是要取决于自己个人的状况 如果有high risk的话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有那些其他的并发症 包括你有其他的风险 包括有心脏的问题 有糖尿病、血药膏、胆固醇 其他的三高的问题 其他的器官上的衰竭的问题 这样子就是高风险群 你的胆固醇应该要正低 就是少过2 这个是会 这个是帮助我们去了解 这个我们的那个胆固醇的水平是在哪里 OK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并发症的话 就要少过3 OK 就说你可能你只有胆固醇的问题 OK 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你就要少过3 那个好的胆固醇的话 要多少呢 要多过1 三甘油脂的话 OK 要多过1.7 这几个胆固醇里面 通常最重要的 就是要看坏胆固醇 最常要看的 最重要的就是坏胆固醇 我们来看一下 胆固醇 我们要怎样治疗胆固醇呢 我们通常医生都会用这个胆固醇的药叫做stethin 有不同种类不同牌子的stethin 这个胆固醇的药 它是帮助减低我们 总胆固醇和坏固醇 当我们的总胆固醇和坏固醇减低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有办法的预防血管阻塞 有办法的预防中风和心脏病的问题 当然在临床实验里面 这个stethin的功能除了帮助降低胆固醇之外 预防中风或者心脏的问题 它还有其他的好处 包括了减少我们血管的 inflammation发炎的状况 然后还有帮助我们的一些骨骼疏松症 然后还有一些帮助一些 好像预防那个高人痴态症 预防一些身体一些硬化的状况 这是那个stethin的胆固醇药 可在临床实验研究出来 可以帮助到的其他额外的一些帮助 但是最重要我们吃这个胆固醇的药 当然是要降 它的功能是降低胆固醇 预防中风和心脏病发 我们看了胆固醇药的一些好处 当然我们也是要注意它的一些副作用 胆固醇药的副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 OK我讲最重要的 同时也是最常可能发生 最常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方面 肝脏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脏 但是我说的不是100% 就是可能有些人吃了胆固醇的药 它是完全是没有副作用的 它是完全是没有胆固醇药所带来的副作用的 但是有些少部分的人就会有这个胆固醇的副作用 OK它会影响肝脏还有我们的肌肉的损害 溶解我们的肌肉的蛋白组织 常见的副作用是要被注意的 所以要怎样注意呢 就是我们要经常至少一年一次 做一个全身的血液的检查 其中里面一定要有包括 就是我们的肝脏的功能的检查 OK在血液的检查里面就可以测试得到了 因为很多人在吃这些胆固醇药 血药膏的药 很多他们都是会去 见了医生过后 然后去法门西拿药 那就是一直去这样子拿拿拿 也没有去 很多人也没有去 就是见医生回去复诊 这样子 因为没有回去复诊的话 这样子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肝功能的测试 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每一年或每六个月的 那个血液的检查 所以就没有办法检查到这一个 那个 反过损药的副作用 所以为什么 复诊是很重要的 对 你可以在法门西一直买药买药 但是记者 至少一年一次要复诊 一年一次要复诊 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因为除了要看 你现在的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健康状况之外 也是医生 OK 也是要帮忙评估 这些药 你所吃的药 有没有副作用 就是要通过这一种复诊 通过这一种 咽血的报告来评估 包括了咽血报告 也是可以帮你 一次评估到到底 这个针对这个 胆固醇的药 OK 它有没有 这个副作用 溶解 那个肌肉 的状况呢 也是可以在 咽血的报告里面 看得出来 当然 如果是 你吃了 那个 胆固醇的药 你有 经常性 肌肉疼痛 这里痛 那里痛 OK 的话 你也是要注意 也有可能是 胆固醇的副作用 这些都是要去 咨询 医生 或者是药剂师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 状况 当然如果是 肝 有问题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 察觉的 OK 肝有问题是 很难有看到 那个 那个征兆的 OK 所以一定要通过 咽血 那如果是 肌肉的话 就有办法看到 就是你会感觉得到 OK 肝是没有感觉得到 你肌肉的话 你感觉到疼痛 你就 要去咨询 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胆固醇的药 会有这两种 比较普遍的副作用 OK 但是不是100% OK 不是说要 有这样 因为这样子的问题 OK 我就要 我现在就 不要吃胆固醇的药了 OK 不是这样子 你要先咨询过 如果你有 你有这样子的问题 OK 你要咨询过 或者你不知道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从来没有 没有 没有想过 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你就应该去咨询 应该去做一个 血液的检查 胆固醇的药 OK 这个step in 它还有什么 一个 很重要的 资讯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 它有 这一个问题 有这个副作用 就是 它会减少 我们身体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营养 你可以看一下 胆固醇的药 当一个正常的人 没有吃胆固醇的药的时候 他的身体里面 可以很正常的 产生一个东西 叫做 Co-enzyme Q-10 就是Q10的辅酶 这个是身体里面 所需要的一个营养 也是我们肝脏 会产生的一个营养 当 有些人有听过 有些人没有听过 当我们吃这个胆固醇的药 它就会阻止 或减少 我们的身体 产生这个 Q10辅酶 这个Q10辅酶 这个营养 在我们身体里面 是有什么帮助呢 它有很大的 用途的 Q10辅酶 如果有人 有听过的话 他们都是知道 Q10辅酶 通常是帮助心脏 帮助我们身体的精神 不要给我们身体这么累 帮助我们抗衰老 帮助我们的眼睛 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皮肤 帮助一些眼症 所以这个Q10辅酶 是非常的重要的 当然它有其他的用途 帮助我们的大脑 帮助我们的肾脏 帮助我们的一些器官 一些健康 当我们身体吃 那个胆固醇的药的时候 有些人是会比较容易累 就是好像睡不够这样子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 这个营养Q10辅酶 被减少 所以就身体里面 就没有什么精神 所以我会 如果简单来说的话 Q10辅酶就是 我们细胞的电池 我们细胞的一个电池 当我们吃这个 这个药的时候 同一个时间 它的副作用就是会 让这个电池减少 所以通常 吃Statine的药的时候 党过筍的药 我都会建议 那些党过筍的人 OK 吃这个 同时 吃这个Q10辅酶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也是应该要吃一些对肝脏功能有帮助的一些supplement OK 可以的话 尤其是吃党过筍药的一些人 有少部分吃党过筍药的人 他会令到那个肝脏受损 所以这个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OK 我们要吃回一些supplement OK 帮助补回我们的肝 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们要补回肝的原因 是因为 为什么会跟到底我们 为什么会有党过筍的原因的话 是因为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一些基因上的问题 那个基因 令到我们的肝脏 比正常的人 没有办法代谢那个党过筍 肝脏出了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代谢 调解那个党过筍 你看那个肝脏的功能是什么 其中一个功能就是 调解那个党过筍 OK 所以为什么我说 归根到底 如果你要 你的胆固损好的话 OK 胆固损平得很的话 你归根到底 你就要 令到你的肝脏 非常的健康 肝脏的功能好的话 它自然的 会帮助到 你的胆固损 OK 当然肝脏功能好的话 它还有其他的帮助 肝脏功能好 因为肝脏是有很多功能的 包括了排毒 包括了一些代谢一些葡萄糖 包括了一些产生一些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营养 还有荷尔蒙之类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令到那个肝脏功能健康 才可以帮助资本 治疗那个胆固醇 预防胆固醇的增加 左边我所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一些比较普遍在厨师可以买到的 一些supplement 都是可以帮助肝脏的功能 比较常见的有一些什么 multistar 然后dandelion 普攻阴 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的功能 所以一个人有胆固醇的问题 我也是会建议他吃补肝的一些supplement 因为他可以治本 就是令到导致胆固醇不正常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肝脏的功能 不正常 如果我们要吃一些保健品的话 因为有些人 他不想吃西药 或者要减少西药的成分 我都会建议可以尝试下 这一些保健品 最常见的就是那个红菊 Great East Rice 红菊就是天然的胆固醇的药 但是因为它是天然的胆固醇药 它也是会有胆固醇药的一些负作用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对肝脏的一些影响 可能 所以如果你完全没有吃胆固醇的药 但是你有少许胆固醇的问题 你可以尝试 红菊 但是你有吃这胆固醇药的话 我是不建议你和红菊的一些supplement一起吃 你可以尝试其他的一些supplement来帮助你的胆固醇 包括比较普遍可以找到的 例如山楂 例如肉桂 这些supplement都是比较普遍可以找到的 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建议一些supplement是 这两个帮助党固醇的 因为这两个帮助党固醇的supplement 它除了可以帮助党固醇之外 它还可以有其他的用法 第一个就是 我比较常建议病人用的就是纳豆 可能你没有听过什么是纳豆 就是我们日本人很喜欢吃的纳豆 但是市面上会比较不普遍 这个纳豆的supplement 是比较不普遍 但是我比较喜欢用的这个supplement 是因为这个纳豆的supplement 是可以帮助党固醇之外 它可以令到我们的血管比较有弹性 没有降于快老花 它还可以控制血压的问题 它可以增加我们血液循环 帮助那些手麻痹脚麻痹 如果有血管阻塞的话 它还可以帮助融化那个血酸 融化那个血管阻塞的一些那些肥油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个纳豆是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就是Betaglucan 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些配销母萃取出来的一些成分 它是帮助 也是帮助酱胆固醇 血糖 还有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那个免疫增加免疫系统 然后可能有一些 对方和怎样的去用一些supplement可以帮助的来帮助它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三酸肝油脂 三酸肝油脂其实就是我们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肥油 所以你要分别肥油和坏胆固醇是不一样的 肥油你要怎样帮助减少呢 当然它你可以 如果肥油过高的话 你可以用一些药物上治疗它 或者是你可以在一些生活作息的调整 就是运动啊 或者是吃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啊 包括的比较就是少肥油的东西啦 然后少一些高 就是高当水化合物的东西啦 或者可以吃一些鱼油 或者是Omega 3 OK不一定是鱼油啦 可能是鱼油 可能是一个花 可能是花油 或者是亚麻籽油 OK都是有很高成分的Omega 3 讲到Omega 3 OK鱼油或者是其他的 其他的那些高Omega 3的东西 OK很多人都误会了 很多人都觉得OK我高胆固醇 我去吃鱼油咯 我要跟大家分别的就是鱼油 它对三干油脂比较有效 降低三干油脂比较有效 但是它针对降低坏胆固醇 它的功能是比较少的 它是没有这么有效的 OK但是很多人都是 它有高胆固醇 它就去买鱼油来吃 这个concept是不是很正确的啦 所以你应该要买的是刚才我所说的 如果你是坏胆固醇高的话 你应该要买的 你应该要选择就是刚才我说的 supplement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三酸干油脂高的话 这样子你就可以选择鱼油 或者是那些亚麻纸油之类的保鲜品 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